LAYO LAYO 了事件以天天都不開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以上為技能 正好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發生的瑪雅人 瑪雅人開局的時候會多異村 所以一開始會先研發織布技術 避免卡輪口 所以瑪雅人前期就有這個織布技術 有些職業選手會拉個異村去搞個什麼 鹿啊 或是偷對方的羊啊 豬啊 這一些操作打法 那整體來說 瑪雅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弓兵路線 弓兵路線是比較適合的 有折扣上截免 黃金國老鷹可以讓老鷹的血量高達100滴血 而且資源可以再挖得更久一些 算是非常好的效果 那接下來看一下BUNS 維京人 維京人他的特色是他的步兵的血量比較多 弓兵路線呢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是他有這個 黃豹 彈四邦 可以讓這個強武呢 加一點的傷害 那他的騎兵路線比較悲劇的是 跟蹤技術跟平走都沒有 甚至連三級馬開也沒有 大陸馬也沒有 但有重裝騎士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維京人的騎兵 還是可以獲得很好的效果 例如對方出一堆僧侶啊 或是轉一些戰毛兵 還是可以出騎士去反制的 那維京人有與機技很好 不管是要打哪個路線喔 都是可以爆出大量兵的 除了這個重裝馬弓以外 沒有 馬弓路線可能不太能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接下來維京人 他有免費輪軸跟手推車技術的關係 所以維京人越早上封建或是城堡 對於他的經濟的加成是非常多的 所以維京人呢也算是大家屏蔽為喔 這個綜合經濟來說 經濟是最好的文明喔 畢竟省下輪軸的鹽巴時間跟手推車呢 就可以查很多村民喔 更不用談還可以直接捨 捨去掉這些輪軸技術 跟手推車的這個資源的成本 所以維京人經濟是真的真的很好啊 好 好 維京人這邊是補了一個軍營 他會應該有可能 想要打個棒棒嗎 這裡木材用的很極限喔 棒棒開局也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是直接轉肉馬火攻兵 但兵通常這麼早下喔 通常就是要打棒棒 OK 果然是打一個極限棒棒開 棒棒出來 會按個兩隻挖個石頭 挖個這個黃金 10塊黃金就夠了 如果沒有斷黃金的話 大會會補個採礦地 直接 但是已經補了模仿喔 所以這個採礦地是遠程採礦 挖個40塊錢出來 準備要來打裝甲嗎 欸結果不是欸 哇靠這什麼招 是棒棒初級 有料了這個 很特別的打法 那是這招在 HERA或是RIPERDOT的身上喔 也是很難看到的喔 維京五棒棒開局 到底誰才比較棒棒呢 好馬爾蘭這邊軍營可能蓋不起來 這個軍營並不是在 城市中心的射程範圍內 棒棒可以有效控制住這個區域 哇棒棒一直打四隻棒棒好多 一直敲一直敲 但是五隻棒棒第五隻過來 可能會殺掉一村 第二村也差點有機會 好最後這個軍營可能是難產 可能要再補一個軍營在後面了 好這邊想要想辦法偷偷過來摸一下 補了一個房子敲掉 房子繼續尻 哇 巴浪子這一波打出了東西啊 好再用這個木門 讓肉馬跟棒棒隔離開來 好找個機會還是把軍營給尻好了 哇 費了千金萬苦 終於敲好了軍營 敲好了軍營就可以按一些槍兵喔 去打棒棒喔 甚至 也可以 唉唷 上面怎麼也開打了 OKOKOK 上面居然沒有圍好支援點 棒棒又要再抓掉村民了 哇又拿了一村開局拿三村差一點 好險好險 這一隻村民殘血了 好四隻棒棒繼續追 這一隻村民有機會把自己圍起嗎 有機會 但不多 被拷爛 啊 OK 五隻棒棒 終於讓韋晶人升到了 弓箭時代 28吋 這個經濟喔 甚至直接可以跳城堡時代也沒問題了 但是瑪雅人這邊順利的轉出了工兵單位 韋晶人如果要跳城的話 家裡一定要圍死喔 但如果這邊家裡沒有圍死喔 通常封箭時代還是要來打架一下 敵方的工兵已經出來 毛兵趕快按吧 看個麻兵 好那接下來 一擊射 點下 好 這個流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接下來三隻棒棒回到家裡 稍作防守 覺得好像可以在他們家再繼續拖時間就是了 這個回家防守感覺意義也不大 好 繼續在他們家漏 反而可以給瑪雅人更大的壓力 好 OK 那這隻村民拉走 問題不大 好 兵繼續出 下面可以直接圍到底 就可以圍好 那這邊再稍微圍一下就行了 好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底也是可以的 好 毛兵出來之後 瑪雅人 把工兵拉回家 稍微做防守 原有三隻棒棒在這 這裡圍巾正前方 也有兩隻毛兵 好 老鷹稍微回頭打一下 老鷹這邊的目標是要打毛兵 被毛兵順利的追死了一隻工兵之後 兩隻毛兵也倒地 剩下殘血的棒棒 最後被毛兵打到頭破血了 終於倒地了兩隻 還有一隻棒棒也在風中殘除 好 剩18滴血 結果有一隻大地之母幫忙輸出 狼有機會咬死嗎 哇靠這個狼豬咬死了棒棒 圍巾人五隻棒棒 就這樣沒了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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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五隻毛兵 嘗試點點看 好 能點到嗎 哇 有點難點 看起來不太好受 好音過來 擋一下 結果大地之母又在追 這隻狼有點麻煩 呵呵 這是追手 好 現在兩邊升到了城堡時代 維京人點下了馬凱 直接要走騎士了嗎 可能走騎士要防對方的毛兵跟老鷹豹 兩個騎士壓壓驚 好 維京人這邊支援了 肉跟黃金非常非常的多啊 現在要走什麼路線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次選擇了3TC開弄的路線 那待會黃金可能會有點爆量 所以這裡伐木啊二級龍可以先點下 但是現在點二龍的話可能會斷村 所以這邊要小心 欸其實沒斷村喔 哇這個肉算得非常精準 啊因為他這邊騎士有斷 所以才不會斷村 OK騎士稍微停一下 好馬雅人的勝率已經來了 找搶下騎士有機會嗎自滴不用 OK這一波逃了出來 維京人後方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所 這樣就可以擋一下馬雅人的毛兵了 那不然這個毛兵走進來也是挺麻煩的 而且有二級色囉 那現在維京人也不用擔心 馬雅人會點救贖思想 因為馬雅人根本就沒有這個科技 所以出頭死車或是奴炮防守 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騎士既然中間有僧侶 我們就繞外側 但是外側其實圍的還蠻不錯的 維京人現在家裡開始慢慢融了起來 3TC也補了下去 經濟來說還算不錯的狀態 但是維京人這邊更狠 黑暗時代 5棒棒 城堡時代 5TC 這又是什麼特殊的招式 有看沒有懂 但看起來感覺很厲害 而且這邊支援量 即使維京人再來憋一下 是可以升帝王時代的 好 但沒有打算要直接憋上去 還是要來爆個經濟 可以看到維京人這邊支援 已經領先了3600支援 已經可以點兩次帝王時代了 哇哇哇 這邊經濟路後非常的可怕 就是維京之力 經濟好的鑰匙 窮的只剩下錢 用錢砸死你 這就是維京人最強大的地方 然後有這個基本弓 會爆兵 會開農 維京人喔 玩起來是特別的厲害 OK那維京人這邊是 展出了騎士跟毛兵 但是聰明是比較 產量比較多的 還沒有決定要打什麼樣的戰術 先用兩隻騎士稍微擋一下 拖子車被解掉之後 現在這圖毛兵有點難擋 喔這個城堡 可能可以蓋好 OK這邊只有毛兵 根本沒有辦法阻止 這根城堡的建造 好維京人這邊順利點下帝王時代 城堡時代並沒有太多的打鬥 反而是瑪雅人這邊爆了一些兵 稍微給自己一些壓力之後 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在這邊帝王時代點下沒有二級農鐵 也沒有輪軸技術 甚至現在自己的主力攻兵 也沒有成型喔 經濟的部分呢 村民則是落後了30村 哇 瑪雅人經濟有點炸裂 資源量已經越來越可怕了 哇差了這個大約7000左右的資源了 我真的是看傻眼了 維京的經濟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好那這邊維京人點下來的東西是 二級的步兵鎧甲跟普遺技術 那一級輪到技術 待會也要點下 攻擊力也要稍微提升UP一下 不然這個尻起來威力不夠 那維京人沒意外的話 帝王時代就是要走一個步兵流了 那走的是劍... 喔! 維京狂戰士的升級 那就是走維京狂戰士了 那瑪雅人這邊只要走羽毛劍射手 打步兵的效果就很好 除了走A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在喔 本身羽毛劍射手 對步兵還有對加2點的傷害值 所以羽毛劍射手 藏維京狂戰士應該是問題不大 看這個血量掉的很快啊 才7隻羽毛劍射手 就打維京狂戰士有這番輸出 好而且這個機動性非常麻煩喔 可以媲美喔 跑的比較慢的馬功喔 那以前在政府者時代時候呢 馬爾人也被譽為喔 兩槽腿的蒙古 所以一樣都是有大衝車 跟這個機動性的工兵單位喔 而且攻擊速度喔 一樣是很快的喔 好 而且羽毛劍射手的優點 是... 嚴加一點 成型喔 也比蒙古更快喔 當然體質啊 或是其他方面的可能不比蒙古除季 但一個精銳羽毛劍射手有65DC喔 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好的體質喔 只跟蒙古土記差一些些而已 聽不多 好這裡 直接用維京狂戰士包掉 這裡沒有打算要空了嗎 唉唷抓掉了一村 這裡最後弓箭手抓了三村 這裡拿下了 好這邊也是有少量的維京狂戰士 在做抵擋動作 維京人這裡點下了三級射 你想要來用戰毛兵擋一下 這一朵羽毛劍射手嗎 但戰毛兵的升級還沒有 農品也不多 現在維京人的村民處來到130村 稍微有點斷村囉 你有打算繼續補村民嗎 感覺這個時間點還是可以繼續補村民的 讓村民直接補到140村左右 會更好喔 不然這些人口 藤在那邊喔 也都是藤在那邊 並沒有讓自己的經濟更好 也可以說是喔 人口的空間喔 也是一種經濟的表現 人口的空間就是讓自己的經濟不好 好 瑪雅人這邊是把 很多的羽毛劍射手 開始放大前堡的後方 右邊維京狂戰士也炸了過來 左右包抄這個巨型偷襲可以拿下 太漂亮了 巴拉斯 維京狂戰士的優勢打了出來 移動速度稍微有點優勢 雖然彈度不怎麼樣 但傷害喔 是能保證的 攻擊力呢 有14點傷害 點完之後 傷害跟遊俠是一樣的 但是維京狂戰士的 銀冠技術 球長設計 步兵可以對奇音增加效果的能力喔 這這個沒什麼意義了 如果這邊是點球長的話 頂多是為了要打對方的村民 獲得黃金的效果而已啊 OK 巴拉斯 這邊維京狂戰士的數量越來越多 正在大量極減 甚至手撕城堡好像有機會 但手撕城堡一定要付出巨量的代價 維京狂戰士一直一直的倒地 但這個城堡好像被拿下 維京狂戰士的傷害實在是太高 順利拿下這個城堡 手撕成功 我的天 直接用錢砸死對手 就是這樣子嗎 不用工程器 用斧子把這個城堡給砍倒 把對方的城堡當樹再砍 我的天 好 維京人 這邊繼續用維京狂戰士繼續潛壓 馬爾仁則是轉出了兩台巨星頭C 跟手推車還有封兵練長 經濟支援差距已經來到了 大概 一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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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嗎 一萬五還一萬六左右 這個支援量太扯了 都已經快要點下十四帝王時代的支援量了 維京人的經濟就是這麼誇張 四千一百 黃金 或不是把WIGG 當成新手在打啦 好像差距有點巨大 那羽毛劍射手出的方向也很正確 但是還沒有精銳版本 有精銳版本的話 會更好一點 但是馬爾仁沒有太多的經濟 好 維京狂戰士 還是被羽毛劍射手給射爛了 現在維京狂戰士 還差一個三攻 那如果有三攻的話 這根城鎮中心應該是可以拿下的 畢竟還有縱火技術 OK 城堡開始攻城 馬爾仁羽毛劍射手 現在分成兩堆 上面一堆 下面一堆 這根城堡變成道特堡 哇靠 剩下70% 並沒有蓋好 好 維京人的經濟也來到極限 村民其實只有少量的一百二十分左右 但這裏怎麼會投維京狂戰士上去 直接對著巨型 同時順利 開除了一臺巨頭 各邊有少量的羽毛劍射手 還在騷擾當中 證明被迫收村 好 上方這邊比較危險 又有更多村民被羽毛劍射手開追 維京人要轉型了嗎 還是要繼續鐵投 維京狂戰士A就完事呢 我總覺得繼續出維京狂戰士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不知道 斑蘭史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 維京狂戰士開始往前衝 血量只有氣 撕滴血 其實劍兵勇士還比維京狂戰士的血量還要更多 好 維京狂戰士往上攻擊 想要嘗試包掉 打掉一些羽毛劍射手 但還是拿掉了一台巨頭 好 這裡直接衝到了城堡的下方 但並沒有去追巨型投資機 怎麼跑上去誰弓箭手了呢 好 下方弓箭手還在拉打 這一坨弓兵也走過來 直接衝到了維京的後排經濟 好 衝到維京狂戰士 直接在多線進攻當中 維京狂戰士 這裡又送了一些過去 這跟城堡終於能蓋好 找到了機會 OK 城堡還在繼續攻城 維京狂戰士過來打對頭 順利拿下 馬爾人的黃金現在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旁邊的黃金的地區都有點難控制 甚至馬爾人的附近已經被維京人開挖 維京人現在庫存 還有兩千多塊黃金可以慢慢花 這一波維京狂戰士造完 還有一千多塊黃金可以繼續挖呢 一直花一直爽 這個黃金根本花不完 維京狂戰士其實造價 因為他是步兵的關係 所以造價來說還是算是很便宜的 反正是馬爾這邊呢 羽毛劍射手 雖然攻兵單位有折扣 但是 這個沒黃金的話有折扣也用不上 所以現在馬爾人還是要趕快 把這個黃金給拿回來才行 這塊金也是啊 不然讓維京人挖的這麽爽 好 三臺巨型投死機 開始攻城 繼續拆除左邊這根城堡 好 但這邊的巨頭也在開拆 這個TC也要沒了 羽毛劍射手 上來直接嘗試點掉巨頭 巨頭也真的是被突然點掉 好變成二巨頭的話 左邊城堡消耗的傷害就沒那麽痛了 好馬爾這邊還沒有找到機會 可以點心瑞 繼續再暴兵 這邊維京王山上去硬 尻尻這羽毛劍射手都在打巨頭 雖然手撕掉了 但是羽毛劍射手數量只剩下少量的十五隻 這裏大概死了 大概一半的羽毛劍射手有了 哇這個有點尷尬 欸這裏怎麼有一隻騎士在那邊偷砍呢 這騎士已經砍了三隻村民 馬爾人終於找到了機會 點下了精銳圈擊 但是班拉斯已經不管你了 我在上面繼續工程 甚至也不怕你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會突然有衝車開抵這個巨頭 哇非常的大膽 已經放飛自我了班拉斯 維京狂戰士就是一條線 A就完事了 OK維京狂戰士努力衝鋒 狂戰士追得到嗎 好這裡再去貼 哇又砍掉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最後馬爾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維京人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維京人是用了大量的推進打法 直接推爛的馬爾人 那這個推進打法就是很單純的維京狂戰士加上巨頭 給對方壓力必須來解掉這個巨頭 要往前點巨頭 勢必弓箭手掠往前 一往前 維京狂戰士也往前 那羽毛劍射手就大難領頭了 很可惜喔 馬爾人並沒有利用自己的羽毛劍射手的射程優勢 去盡肯的交換喔 我是覺得可能有點換不完喔 畢竟這個支援量已經來到快要差距2萬分了 2萬的支援量真的是有點可怕喔 這就是維京人用錢砸死對手的方法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Balance維京人拿下15黃金石料勝利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到今天影片見到會合了 會合不一樣 很忙碌 很忙碌 我們下次見